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中原季的放水灯游行 人气爆棚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游行的街道上 满满的民众夹到欢迎 全家大小出动来观赏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原季 放水灯游行 一起来认识基隆 这个百年特色文化庆典 刚刚看到什么 觉得印象很深刻 目前是五龙五师 对 吕师傅五龙五师 还不错 我喜欢那个打鼓 还有五龙五师那里 还有就这样两个就好 他们知道是什么 叫基隆中原季吗 就是他边车子过来的时候 会边跟他讲解 这个是什么缘由 然后像刚刚第一台 祖谱坛的那个上面有要放水灯 那一个会跟他讲说 那个是为什么要放水灯 对对对对 市长加油 好 请休息一下 活动开始前 基隆市长谢国良 步行前往游行主舞台 一旁的观众们 也跟市长热情地打招呼 为市长加油打气 甚至还有民众热情 跟市长一起拍照 显示市长谢国良的高人气 很多的民众都有跟国良 我们都互打招呼 那我们都非常感动 大家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那这个我们都会 继续地把这些当作 我们努力的原动力 虽然途中有遇到 罢免团体表达意见 甚至一度跟市长非常接近 不过市长也很有风度的致意 希望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只要保持好适当距离 没有关系 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的中原季 那表达意见 我们都完全尊重 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 有一点点安全距离 我个人会建议这样 而在开幕典礼上 市长 议长跟主谱的 张廖简姓宗清会代表 都感谢各单位的支持 让中原季顺利来举办 共同祈求老大功 让基隆能够风调雨顺 国态民安 也让基隆越来越好 更加和谐 大家赚大钱 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 我想我们一年一年 会让我们的文化观光局 把它办的呢 除了保留我们的文化元素以外 最主要是要吸引更多 海内外的观光客 来到基隆来消费 并且来共同跟我们同欢同乐 我们基隆这个已经有 一百多年的 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隆中原季 再次感谢我们张廖简中清会 及个性中清会理事长总干事 劳心劳力的文化局 包含我们全体的同仁 全体的市民 这是我们基隆人最凝聚 最缓解的日子 我们继续 怀抱这份感恩 缅怀历史的苦难 感谢些人的开拓 祝福我们基隆的未来 祝福贾成金融年中原季顺利圆满 我们各项的活动都非常的顺遂 我想这就是老大公保姓地 给基隆真好 真多的屁油 给我们基隆 在我们敬爱的谢市长带领之下 所有的活动都是顺顺利利圆圆满满 今天特别感谢 从中央的长官到我们国内外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的参与 让基隆的这个中原季胜位 可以说是空前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络 从谢市长上来之后 每一年都要求我们国外的姐妹室 都过来 今天我们韩国姐妹室 日本姐妹室 还有交往我们各国的姐妹室都过来 希望我们感受到 比较基隆市的光彩 基隆市借由这个中原季 发扬光大 在游行队伍中 基隆的宗亲会 各机关学校团体不分年龄 都上街进行一个大型的艺文展演 表现出基隆丰富的历史底蕴 跟多元的文化 也展现各姓氏宗亲们的团结气势 而观众们夹到欢迎 不时地给予掌声鼓励 游行最后 还有宇都舞蹈团的大型拉拉队 让台上台下跳成一团 充分展现了基隆中原季 呈先起后和谐欢乐的主要意义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在八斗子旺海巷 进行的重头戏放水灯 各姓市中心会议会将水灯头 依序推入海中 为海上的孤魂引入 伴随着烟火 电量八斗子的夜空 顺利烟火划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原季17号晚间11点 在望海上举行重头戏 施放水灯头 各中心会水灯头 依序点燃 救难人员一个接着一个推向大海 民间相信火烧的越旺 运势就会越好 也象征带走民众 对好兄弟的恭敬之意 我们整个水灯你仔细看 很多的凤凰 有什么要凤凰 以前中心会都是 我们所说的 中心会都是由男性在参与的 那因为现在两性不全 最爱的活动中原季就是放水灯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每一个中心 都有他们最大的宽容跟爱 表示对过去的老大公 他们的一份心意 更重要的是把水灯放到海里面去 郑重的邀请他们 明天可以来参加中原季的补动 金融市消防局救难大队出动大批人员协助 中心会释放水灯头 务必做到安全第一 我们警销总共出动了14位同仁 然后还有救助中队出动了8名同仁 还有我们救难协会总共出动了24位的同仁 还有我们准备4艘的船艇以及2艘的遥控救生圈 那今年的海象是在8点15分左右是满潮 那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是干潮 所以目前应该是属于退潮的状态 搭配传统的放水灯 然后再加上在水灯下水的时候会同时释放烟火 那这个是对摄影玩家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在传统上面来讲 水灯头的一个记录也会是在基隆的一个传统上面 非常大的一个节目 副市长邱佩玲 名人处长张渊祥 文官局局长江提梅等人 全程参加放水灯仪式 邱副市长特别感谢各中心会在筹备过程中 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也期盼这场盛会 能为金融及全国带来祝福 记者黄绍民介绍报道 再带你来看2024巴黎奥运圆满落幕 新美市政府在板桥区举办 台湾骄傲新北荣耀感恩茶会 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参与 肯定每位选手这一段时间的辛苦表现 为台湾争取荣耀 并期待大家四年后再创佳击 新北市长何友宜今日下午邀请奥运英雄们 出席奥运感恩茶会 向出赛巴黎奥运的所有新北运动员 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感谢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努力奋战 尽全力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带给国人们无限感动 特别要谢谢林立田 还有我们的志强教练 这块金牌的意义 真的牵动了整个台湾人的心 牵动了我们 不管你是谁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运动 更凝聚我们大家团结 运动 绝对会让我们激情对国家的爱国自信 新北市长何友宜表示 选手教练和训练团队 走过漫长艰辛的训练过程 征战世界赛事 展现坚韧精神 为国争光 毋庸置疑是台湾的骄傲 也是新北的荣耀 何友宜也说 光赛时国人不分你我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令他很感动 一个运动赛事 不分你我 大家一起为我们自己国家的选手 加油打气 每一场的比赛都震撼人心 每一场的比赛 我们都给我们代表台湾骄傲的选手 能够为国家争光 运动比赛的过程当中 一场几乎每一场都看 不然刚开始的射箭 后来的体操 包括台前道 包括我们真灵的柔道 后来的最后上场的议庭的前期 我每一场都分享 大家站在场上 最勇敢 最漂亮的声音 我以各位为柔 我以各位为傲 新北市有这么好的选手 这么好的教练 真的我非常的感动 市长后一也于茶会现场制证 每位选手专属应援毛巾 并让现场选手及教练 于身上白T签名 表示自己是每个选手的头号粉丝 会永远为选手们应援加油 中华代表队今年在拳击项目中 获得一金二同 其中台湾女子全级奥运金牌好手林玉婷在出席财会时 被问及是否还会一同参与 2028洛杉矶奥运及相关全级赛事 林玉婷坦言现在局势还不太明朗 不过全级协会秘书长有说将会参加新组织 未来也会积极参与各项赛事 盼一切能往好的地方前进 会有机会2028你要一起拼奥运吗 2028没有因为现在局势也不太明朗 但是目前就是看起来就是新组织应该是势在必行 那目前就是也是乐观其成 那未来就是当然是会希望说有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秘书长应该也好像出来说 我们有确定会加入到新的组织 那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 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 三度出征五环殿堂 36岁的柔道国手连真林会后被问到 是否将成为体育继运动发展部筹备小组的咨询委员时表示 他对相关细节还不清楚 但很有意愿 未来有机会的话 希望透过自己的旅日背景 让台湾柔道能第一时间吸收到日本最新的资讯及技术 成为台日之间的桥梁 不只是柔道希望在台湾体育各方面都可以 向中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资讯 然后我会好好做日本跟台湾的桥梁 一切就还是要等到这一段时间休息完 然后到九月回日本跟会社讨论 才能跟大家讲接下来会怎么走 新北市体育局会后表示 虽然2024巴黎奥运已圆满落幕 但紧接而来的巴黎帕运将于8月28日至9月8日举行 台湾代表团这次共计13人出席参加 也呼吁大家之后能一起为每个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萧士红新北通报道 奥运金牌拳后林玉婷 是土生土长的英哥人 英哥驱公所周末特别举办大游行 邀请林玉婷与曾自强教练一起回来游行 吸引了上千人前来一睹拳后风采 3 2 1 众人一起拉响彩炮 为林玉婷英雄大游行活动拉开序幕 英哥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 拿下台湾史上第一面奥运拳击金牌 英哥驱公所特别在周末 为她与教练举办大游行 吸引许多粉丝到场应援 就是要告诉林玉婷大家对她的热爱与支持 我从高雄人舞来的 因为想说就是热血啊 我觉得我以后不见到应该会 就是这次不来应该会后悔这样 所以我就来了 就跟她说她很棒这样 然后会成为我的榜样 是我很好的榜样 我是从板桥 你从板桥来的 对 我前两天就有去她的那个签名会了 因为我要帮玉婷加油 她是台湾的女儿 台湾之光 她超棒的 超爱她 我爱她 林玉婷 新北副市长刘和然也到场参与游行活动 表示林玉婷是台湾新北英哥的女儿 因此特别在她的家乡英哥举办大游行 而且特别规划绕行林玉婷的三所母校 英哥工商 英哥国中最后回到英哥国校 让林玉婷感受到英哥人的热情 一来是让我们的玉婷过程的辛苦 跟她的荣耀 跟我们全部的英哥区的好朋友分享 第二个也让玉婷感受到英哥地区 对她的热情跟支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的路线安排 也跟玉婷完全的连结 第一站到英哥工商 第二站到英哥国中 第三站要结束就回到英哥国校 刚好是英哥地区 三个学校也是她就读的三所母校 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再次的证明 台湾的选手只要努力 加上我们智强教练 这种顶级教练的陪伴 我们会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林玉婷至此时感慨 从英哥国中走到英哥国校 短短几分钟的路 好像走了15年 她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与喜爱 大游行是选手教练 与后勤人员的荣耀时刻 也希望大家无论夺牌与否 都能继续支持台湾的体育 我觉得就是大游行是与所有运动员 所有运动员 然后教练 然后以及所有全体的后勤人员 一起的荣耀时刻 那在这边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英哥人的荣耀时刻 所以在这边能够与大家一起见面 我觉得是非常高兴 然后就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曾经是跆拳道国手的新北施议员洪家娟表示 她非常能体会曾自强教练的哽咽与感动 看到这么多人来立体林玉婷 也展现出奥运推崇的和平精神 这样的正能量对体育跟教育的发展 都是重要的推力 我相信很多的当会运动员的选手和教练 甚至到家长都可以知道 那样的一个过程是其微不容易 那第二个我认为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 就好像奥林匹克的精神是什么 它的用意是除了让运动员追求更好 更高更快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之外 还有一块就是带来和平 那刚刚大家看到 地方的政治名义代表大部分 你知道吗颜色 那大家可以凝聚这样所有的一个相亲 还有我们在场满满的这样的一个相亲 所以我认为把大家的力量集中 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去推动 不论是体育的发展 或者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发展 真的都需要这一股力量 作为台湾最重要往前走的一个力量 林玉婷应该大游行 吸引上千人涌入一堵拳后风采 林玉婷跟教练曾志强 也在车上用手机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 感谢民众对她的支持 也谢谢全集让大家能够认识她 记者赖伟一新北报道 桃园势力新民国中棒球队 在美国密西根州 抱回了2024LLB世界次青少棒竞标赛的冠军 缔造了台湾三联霸的新纪录 桃园市长张善震前往桃园国际机场 迎接选手们凯旋归国 看到选手推着行李一一现身 现场亲友加油团立刻为他们送上欢呼 台湾势力新民国中棒球队 日前在美国密西根州 抱回2024LLB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冠军 不仅完成校队二联霸 拿下校使第六座冠军 更缔造台湾三联霸的新纪录 台湾市长张善震也在14号晚上前往桃园国际机场 迎接选手们凯旋归国 为他们披上桃园之光彩蛋和花圈 攻克他们不仅是桃园的骄傲更是台湾的骄傲 今天晚上来一个非常兴奋的机场到我们桃园机场来迎接我们桃园清明国中的青少棒队 到美国的密西根州拿到全世界的桃园LV青少棒的冠军 我想身为桃园市长 身为桃园市民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光荣 我们的居民国中不只替我们桃园升光 更替我们中华民国升光 他们前一阵子拿到亚太区代表权 现在又从美国到为世界杯的冠军 我们觉得我们桃园真的是一个棒球的非常非常强的形式 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些棒球选手再下来到高中甚至再往下走到成棒 还是一样能够维持这么好的表现 为什么我们国下未来棒球最结束的一次 清明国中棒球队总教练也肯定这次选手们的表现 有顶住压力冷静面对每一场比赛 尤其投手和手背都守得很稳 才能顺利在冠军赛中急推地主队夺得冠军 这次很恭喜很开心 然后这次完成了联罢 然后这次比赛小朋友就是也有顶住压力这样 然后尤其在对上地主队的时候密西根 然后在满场的观众 然后小朋友有顶住压力 然后也顺利地拿下了这次的冠军 然后尤其在投手就是先发投手范成俊 然后在我们的手背的帮忙下 手背也帮忙很多 然后让他安稳地投一个每一个球 然后也投了完工这样 完成这一日的比赛 然后也顺利地拿下这次的冠军这样 其中总教练也特别称赞总决赛 先发投手范成俊 年仅国一却完投7局50分 还狂飙7次3阵 几乎封锁对手打线 堪称投出国中代表座 而当天范成俊的家人也特别穿上阿美族 族服务前来迎接他 而去年帮助龟山绍棒拿下威廉波特继军 今年升上新名国中后又拿下刺青少棒赛冠军 也让范成俊感到很开心 对手抢吗? 很抢 对手都很抢 对手要攻击也是攻击 上次你手背这样子 那打几呢? 没有 有 所以他又刚好升上国中又再拿下一座冠军 你有什么感想? 不行 很开心 很开心 那未来有没有什么目标? 要开心 就是范成俊投手 因为这次表现在冠军赛真的表现得可均可点 因为他也是应该上升上国中的第一场代表做 然后尤其又是在美国 所以希望他可以增强他的信心 然后往后可以再更加努力这样 今年一共有12队参加世界四星少棒锦标赛 竞争十分激烈 然而新民国中放球队以四战全胜的绝对优势 爆回冠军奖杯 替台湾拿下该项比赛累积的第10冠 可说是桃园的荣耀 而在他们凯旋归国之际 同样桃园出身的龟山国小少棒队 也接棒在美国威廉波特展开世界少棒赛 期盼能延续湿气再接再厉为台湾争光 继续警察报导 再来看台南仁德区的二空眷村 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工程 现在已经改建成二空新村园区 希望能够借着文物将共同的记忆 涌流居民及后代子孙心中 二空起源于日本时期空军的补给走库 1950年国民政府建制二空眷区 随着人口逐渐增加 二空眷村因此诞生 后来眷村迁建 二空原住户陆续搬离 2022年市府再进行修复工程 建造二空新村园区 我是48年到二空的 像那个防空碉堡 以前我们在的时候 我们还上去玩那个叫做四管武林机枪 能够保留的 没有安全顾虑的 他就把它保留下来 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的 他就加强 或者说你看有的人问说 为什么还秀的 也不知道刷刷起来 原味就是这样 二空其实是一个在 这种眷村的文化 乃至于是饮食文化 军事文化上面 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 二空新村是台南市 第二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圆区 肩负推广眷村历史文化责任 南侧的防空碉堡 是日治时期到战后防空军事设施的重要见证 具历史文化价值 另外还设置一架F-51退役战斗机 也是航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这些过去的回忆能够具象化 或借着这些文物 或是这些过去的纪念的 这个共同的记忆 能够把它留存下来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回忆 而且能够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物件 那能够一直留存在居民 以及后代子孙的心中 透过二空眷村改建 将早期的生活点滴具象化 同时彰显当年空军的军风 以及文化传承的意义 即将是怀谈的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捷运绿线 是桃园自办新建的第一条捷运 历经六年克服各种工程挑战 8月19号 桃园区地下段的传统原隧道全数贯通 代表目标115年通车到义文特区 是畅行无阻的 也是桃园捷运建设的重大突破 桃园捷运绿线桃园区地下段的传统原隧道 在19号正式宣告全数贯通 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到工区视察 建认捷运建设重大突破里程碑 也代表着目标115年从义文特区通车到机场捷运坑口站的路段已经畅行无阻 今天我们在未来绿线捷运的G10站 是高架路段 今年的三四月我们才完成了高架路段的河龙 在七月份我们完成了未来是我们捷运大脑心脏的这个 机场的这个上凉典礼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G10到G12这一段隧道的贯穿典礼 等于我们又向后年预线要北段通车的目标又迈进了大铺 今年的11月开始这个已经贯穿的路段会开始铺北道 12月月底我们的捷运列车会从韩国运到我们桃园来 开始准备做测试我想这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里程碑完成 一一都在告诉我们桃园所有的乡亲朋友 我们捷运绿线正向我们后年顺利通车的目标迈进 捷运绿线是桃园自办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线 107年到108年高架及地下段陆续开始施工 历经六年的辛勤努力陆续克服各种工程挑战 主线高架桥梁在今年四月合龙 市长特别感谢工程单位与捷工局的努力 不仅跨越重重考验 也为了能顺利通车夹紧赶工缩短了99天的工期 后年我们希望从艺文特区到这个机场的坑口站 能够完全通车 这个是桃园自己兴建的捷运第一转的通车 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捷工局 还有我们所有工程团队的同仁 在过去六年期间 将士用命24小时不停地工作 让人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通车的旅程碑 非常谢谢他们的辛劳 期待未来完全通车之前 他们还会继续努力达到我们要通车的目标 捷工局表示绿线捷运是桃园捷运路网的第一步 后续包含综线及绿线延伸中立等工程 也将陆续推动 这次的隧道贯通经验 让捷运局对于如何克服桃园地层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相信可以将成功经验回馈在后续其他路段施工 降低工程阻碍 让桃园捷运工程稳健推动 为民众带来更安全便捷的轨道运输系统 记者来有医团报道 再带你来看柴山至洪池大雨过后 取水会呈现乳白色 而且还会飘出淡淡的硫磺味 经过调查是硫磺涌泉造成的 这也是全台唯一有发现的地方 刚下过大雨的柴山至洪池渠道内一片黄浊 但可以看见涌泉出口仍然偏白 还在涌出清澈水泉 对照晴天景象就能明显看见水色呈现浑浊的乳白色 因为在志洪池内有几处流化涌泉 高雄市柴山会是从2013年 在涌泉处发现白色水泉花而开始调查 我们是从2013年做财山涌泉调查的时候 发现在石头沟到龙泉沟的那一段 就那一段水渠 它有不断出现那个水泉花 就是白色的乳白色物质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当地民众叫它水泉花 当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污染物 因为我们当时候调查的时候是在干净 到了雨季的时候 随着有全貌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一种白色物质的水泉花 不仅反针越来越多 而且那一种硫磺味的气味越来越强 在那一年我们就确认它跟污染无关 它跟涌泉涌出来的水有关 财山会更进一步邀请高师大教授 共同研究才发现 硫化涌泉是富含900多种微生物的 无氧地下水带出地面时经过细菌分解 因而产生类似硫磺的臭味 所谓的极端就是说 这900多种的微生物 它在地底层 它必须要呈现一个无氧状态 而且要透过涌泉 把这一种物质推出来 推出来的过程里头 又要被细菌运用 然后才会出现气味 然后才会再出现这种白色的水泉花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也曾下到 渠道进行了解 发现取水不算清澈 且有硫化物的气味 而水质初步勘察是正常 闻起来的时候 硫化菌那个臭味 常常讲硫化菌是有臭鸡蛋的味道 可是这个浓度没有很重 目前为止是不会对人体 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现场一些鱼类在里面 悠有之在 其实对现在看来目测的话 是水质甚长的 由于冷泉版的流化涌泉 形成环境复杂 相当罕见 全台仅发现这一处 柴山会希望 市府能够协助制洪池附近的水土保持 让涌泉能够持续保留 记者吴沛山高雄报道 国内台南生活美术馆 与台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 共同办理的文化痕迹 排湾卢鲁女性文首文化艺术展 透过六馆合作 以排湾卢鲁族女性文首文化研究为起点 向观众展示原住民女性文首的生命故事 文化部长期支持原住民族文化发展 这次由国内台南生活美学馆与市府合作 透过生活美学馆 市府原住民族文物馆 扎哈木会馆与屏东物台 泰伍与来意文物馆六馆合作 推出文化痕迹 排湾卢鲁女性文首文化艺术展 日前正式开展 现场还有来自泰伍乡族人 带来鼓摇吟唱 为特展献上祝福 哈咯 这个计划呢 其實 歷時了兩年 我們的策展團隊就由台南市政府來組成 然後跨區域的串聯屏東縣政府 我覺得蠻好的一個計畫 就是台灣的文化交流 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交流 我們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是文化部所屬的單位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南部七縣市 從金門、澎湖、嘉義縣市、台南高雄到屏東 所以這個原住民族的一個合作的計畫 我們覺得特別的有意義 道運民會的資源已經四年多 我們去年是跟文化中心三弟們這邊的合作 那個飄的一個移民的舞台劇 那是第一次跟雲香比較深層的合作 那感謝聖門美學館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可以在跟我們的部落所將深層的結合 那現在要感謝我們各位顧問跟我們的指導 出席貴賓除了泰伍鄉族人 還有泰伍、霧台與萊怡鄉公所代表 和屏東台南市議員等 以及六位女性文守者的貴賓 他們以排灣族連杯共飲的儀式揭開展覽 也象徵六館合作珍貴意義 這項展覽籌備了兩年 從第一年研究調查、紀錄片的巡迴播放 到第二年特展與專書的分享 期間團隊還數次往返都市與部落 邀請族人分享與參與對話 才有這次盛大的展出 這三條溪流義 其實就是我們的母親之河 並育了在那群居住的台灣和盧凱族 千年來有女人成長的時候就會吻手 來展現她的家族 她的身份 還有她的文樣和美貌 這個展覽其實就是要串沿千年來、百年來到幾十年來 我們的遷徙、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和我們的消失和我們未來 必備重振了某一種人生哲學和態度 這次展覽特色以部落地圖作為地貼藍圖 呈現紋鎖文化在傳統領域的山領與流域之間 所形成的空間、分界和相應的關係 以及原住民族的遷徙 和台南市排灣與盧凱族人的分布圖示 這場展覽從即日起到9月22日 歡迎民眾踴躍參觀 記者林跟台南報導 台北市政府去年推出好運乘車補助政策 針對使用服務的媽媽們進行了問卷調查 平均滿意度達4.7顆星 聯台北市議員中培軍也以使用者的身份 分享搭乘的經驗讓市民很有感 台北市好運塗漁專車補助滿週年 1萬7千多名孕婦受惠即將突破46萬趟次 並且調查滿意度在滿分5分鐘獲得4.7分 不少孕媽咪們表示服務貼心 另一半也放心 請問卷的結果 到底5顆星我們可以得到幾顆星 那是不是市長可以幫我們先從申請流程 有從所謂的醫療院所還有很多的單位 甚至網路線上都可以直接申請 到底幾分 總共是4.5顆星 那可能有些人希望更便利 那也留下的資訊讓我們作為改進 所以我們再來努力 好 那到底支付體驗體面上來講的話 到底這個使用感覺如何 而且我們便利 甚至申請快速等等 好 那是不是請市長再幫我們開箱 登 啊 4.4 所以我想在整個這個支付體驗上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系統上 我們已經在今年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改善 希望未來的支付體驗不要再有任何的這個動作 但是這一點 我們一定要裏面跟資訊局共同集訊來合作 好 那司機服務的部分 OK 那我們有4.3顆星 那只能在這個過程當中上來講的話 我們不斷的給司機有更多的一個教育 也希望他們能夠配合 這次3000多份的這個問卷裡面 其實有2000多份 他們很感謝司機對他們的幫忙 那說到很多的小故事 包含他們會幫我們的御法名 帶著這個他的行李然後提上樓 我都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整體的滿意度到底是多少 請市長幫我們打開這個星星 哇 來到4.7顆星 所以呢也讓大家知道 我想這個政策真的是很符合馬民們的一個需要 但是呢這個我們有接棒的 不管是所有今天在的藝座們 還有市長對我們集訊 還有我們要對所有的這個運馬民們 還有我們的家人交代 我們一定把這樣的政策做得更好 讓大家的體驗越來越好 我自己很感動的是 我常常在很多活動的場合 會突然有一個馬民過來 他就說市長 我有在使用你的好運2U專車 我們好喜歡這項政策 或者是有很多的馬民 他會發一張IG然後tab我 然後告訴我他們使用的心得 絕大多數都是非常肯定 也非常謝謝我們事苦推出這樣的政策 所以這些都是讓我們感到非常軟心 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等一下除了有抽獎 讓所有的寶寶媽媽可以抽到 對於招呼baby很多的用品 更重要我們這一次也擴大 我們稱對他們營業的範圍 也就不再侷限在台北市 到外現時也可以使用 不管是想要出去走走回娘家看看精油 或者是想要走走舒緩壓力 甚至有些媽咪想要跟閨蜜 喝個下午茶享受me time 我們都很願意提供這樣的寶寶服務 最主要我自己三個孩子 我每次看到我們太太從懷孕開始 到生產後要帶一歲以前這麼小的寶寶 很辛苦 不管是如果很多警察大肚要過馬路 要提供車捷運 或者是很多媽咪他可能遇到下大雨 要撐傘要抱著寶寶要揹媽媽包 真的很不方便 這時候如果可以有一個教職的服務 提供他不只是省下車子 更重要的是我們提供結實的服務 所以未來我們將跨縣市提供服務官到台中高雄 剛剛我特別問局長 宜蘭有沒有 有 我太太以後可以用的 會用以後嗎 我們拭目以待 對 今年母親節生產的台北市議員中佩君 也帶著三個月大的寶寶出席記者會 以使用者身份分享搭乘好運專車經驗 謝謝有耐心的司機 在搭車時給予關懷幫助 建議服務可以更精緻化 另外也有媽媽們表示這項政策非常實用 那像市長剛剛講的我們台北市的這個金額 還有使用期限 現在看起來是傲視全台 這是我作為台北市議員 作為台北市民很驕傲的一點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這個問長大哥也來到現場 市政府推這個政策 我們要謝謝很多民間單位跟我們的協助 特別是第一線的問長大哥 因為我懷著一開胖的32公斤 基本上每次坐計程車都很像恐龍在上煞車 所以很需要這個很有耐心的問長大哥 多等我們一點時間 或者多給我們一點關懷 都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今天也想藉這個機會 特別謝謝他們 那當然這個服務推了之後 我作為議員的角色還是要繼續監督 那我的生活在未來這個服務可以持續的優化 我看到今天這個合理廠商協力廠商有convy 所以想說是不是台灣大車隊 還有我們這個大陸位車隊 可以思考開始我們好運專車也許配置器座 然後在這個無煙車的駕駛鼓勵肯定的方面 給他們這些評鑑 那讓育媽咪或者是帶著寶寶的媽媽 這個實際使用上面可以更方便 這是我們邁上兩周年希望可以優化的具體目標 那剛剛市長有想說 這個也許他明年還可以再用 沒有 我只是問說是有跨到宜蘭 沒問題你不要客氣不要謙虛 我很看好你 因為是這樣 我當這個市長上任的一年多來 他常常每次開工 我就會送很多金鏟子到議員的研究室 我個人就收過一堆什麼貫穿石 一堆金鏟子 看起來是蠻有效的 所以呢 他現在的臨上網來 等一下我就回去打包好玉眠送到市長辦公室 希望明年兩周年的時候 市長一起來跟我們分享心得好不好 好 因為我是比較懶惰的 就是上網申請 怕說會很久 可是其實很快 大概一個禮拜就出來 然後在台北桶上面就可以使用 對 就用APP 就是他在市民熱線的品牌申請之後 然後他在台北桶上面就會塗多一個 就是那個好運證 那上面其實我覺得很方便的地方是 我不用透過叫車行動 直接從台北桶上面 我就可以定位說我想要哪邊叫車 那他車到的時候 他就會也會很貼心跟你說 車已經頂來是否上車這樣子 然後到場 他有兩個選項 就是在支付的時候 可以用就是掃QR Code 然後或者是那個直接手動輸入那個金額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然後還不知道怎麼用 其實司機其實也都蠻熱心 就會跟你說 就是有人在QR Code 或是你按那個數字進了比較快 這樣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是因為就是他一次搭乘是可以250塊 那我覺得其實在台北市區 雖然250塊沒有非常多 可是其實是真的蠻好用的 其實我自己坐下來 其實我真的是做得蠻勤勞的 社會局持續募集媽媽們的使用心得 及經驗分享 並推出連續五週 從申請這項服務的孕婦名單中 抽出幸運額 送出精美運營用品 江灣也宣布補助範圍今年擴及全台 孕婦不只可以搭去產檢或帶寶寶打預防針 也可以回娘家或出去散心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台北市政府特別舉辦庇護工廠中秋節產品行銷記者會 展示各家的產品協助爭取秋節禮品的商機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現身推薦 呼籲大家多多前往微笑商城的線上購買 幫助庇護工廠的每位工作者能夠增加自信實現夢想 在樸素咖啡同仁一步步教導下 台北市長蔣萬安順利做出一杯香醇的橙汁咖啡 緊接著他還到愛不囉嗦等攤位 推銷秘屋工廠夥伴用心製作的手工餅乾 特色月餅及咖啡包等商品 再過一個月就是中秋節 為了協助台北市市山處秘屋工廠爭取秋節禮品商機 台北市政府特別舉辦行銷記者會 呼籲國人多多購買秘屋工廠製作的各項商品 我想大家知道中秋節除了吃月餅、柚子 我們秘屋工廠所做的各項禮盒 越來越多元、精緻、美味 而且不只有手工餅乾、有特色的月餅 其實還有耳掛式的咖啡等等 應有盡有 所以送禮自用兩箱魚 所以真的非常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中秋來到不管是想要準備禮盒送親朋好友 都可以上我們台北市秘屋工廠的微笑商城 打微笑商城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各項秘屋工廠精美的禮盒 台北市議員秦惠祖表示過去幾年因為疫情關係 秘屋工廠也受到影響 這兩年才逐漸恢復買氣 因此呼籲市民多多選購秘屋工廠的商品 以實際行動幫助弱勢 秘屋工廠這幾年生意都有點沒落 特別是前幾年這個疫情 大家不太送東西 從去年開始慢慢有一些復甦的跡象 所以我們希望提前一個月為秘屋工廠做中秋節禮盒的宣傳 也希望大家能夠知道有這樣子好的產品 很多人都在中秋節的時候會互贈禮物 走訪親戚或者社交應酬都需要買一些伴手禮 那如果說你有一份這個費用有一份預算 歡迎你也拜託你買庇護工廠的產品 既能夠幫助這些弱勢的好朋友們 又能夠協助你去進行人際的互動 這樣一舉兩得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支持台北市庇護工廠 這些小朋友好朋友弱勢的他們產品 台北市庇護工廠表示 壁屋工廠提供近600位身性障礙者 與弱勢族群工作機會 還幫助每位工作者增強自信實現夢想 希望大家踴躍購買支持 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壁屋工廠 每一位陪伴的夥伴 大家很用心的來指導我們所有這些身障朋友 讓他們可以自己做出所心愛的各種禮品 各種小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產品 它背後代表都是我們所有這些朋友 它的努力 它的付出 每一個細節不管是包裝 手繪 其實都看到他們的用心 甚至可能在之前不斷的練習 做出來的這個產品 請啟動微笑雙神中秋好禮正式開賣 為了提升買氣 台北市勞動局方面還推出抽獎活動 即日起到9月30號 民眾只要加入 台北市壁屋工廠微笑商城網站會員 並線上購買商品 登錄發票後 就有機會把Gogoro iPhone 15 Pro 15000元來回機票 及800元按摩券等多項大獎帶回家 歡迎大家上網採購支持弱勢族群 讓月圓人團圓的中秋節充滿愛與關懷 台北市壁屋工廠中秋節禮盒在 記者張綺騰 台北報導 迎接中秋 台南一間飯店業者推出了月餅禮盒 除了嚴選食材餡料外 更創新將台南在地的文旦入味 而裝月餅的禮盒也經過特別設計 可以當托盤使用非常精美 今年中秋有沒有想吃什麼月餅來應景 台南有飯店業者就率先推出賞心月幕的月餅禮盒 由總主廚高文強和主廚甘明祥聯手 研發六款口味 所有源自日本和果子做法的鳳梨冰釀茶莓 和鹹甜有志的金月奶黃流星以外 今年還特別將文旦入味 挑戰文旦蛋蛋黃月餅 期待推出一般接受度較高的廣式月餅以外 以不同的內餡讓民眾嘗弦 這次我們的月餅也是結合我們當地的食材 那我們基本上這次是八個的月餅 六種的口味 然後其中有兩種是結合我們當地的鳳梨 還有柚子做一個食材的推廣 除了六款月餅等你細細品嘗 另外月餅禮盒的設計也是一大巧思 因為上下盒蓋就是托盤 可以一邊吃月餅一邊契上一壺茶和家人團聚 讓精美的盒蓋可以循環使用回歸日常生活 我們今年的中秋禮盒設計 是走一個比較環保循環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月餅禮盒它還可以再次的使用 那可以當作日常的小物循環 或者是說可以當作是托盤這樣的方式 去運用 飯店年年推出的月餅禮盒 求新求變已經累積出好口碑 所以限量六千盒總是完售 而且今年雖然食材包材都上漲 不過價格卻反而清明 記者顧恩吉何喬邦台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高雄市是全台有最多無人機 用來勘災救災的地區 高雄市消防局更運用一對一帶煉的方式 提高新飛手的考證合格率 讓高雄的無人機科技運用 也能協助全台其他縣市 無人機拍下鋼山油炭科技場大火景象 高雄市的無人機搶災運用越來越廣泛 不管是工廠大火或是野草火景 都能利用無人機不受地面障礙限制的功能 搶先了解現場情況 而無人機功能也越來越多元 可以使用溫度色彩模式判別火場溫度 與火場範圍 讓救災準備工作更精準 例如說有紅外線功能 只要人體可以發出體溫的 那我們可以針對熱點或熱區 甚至於說災民 身上已經可以辨識出災民之後 馬上針對重點區域去做一個早期的救援 化學災害好了 我們可以利用無人機不用人到裡面 不用再用傳統的方式 然後用它高倍速的鏡頭去辨識到 災害物體本身 譬如說統治上的編號 然後我們去搭配這一些救災手冊 去遵守它應該疏散對應的作為 五月份燒了大規模的山林野火 還有男子加工出口區的宋美貝火景 包括去年底我們去支援屏東明陽的火景 還有今年的0403 我們去支援華聯的大地震的救援 在第一時間我們都運用到無人機到現場去進行空拍 取得現場的立體的資訊 用上帝的視角去做所謂的救災的現場的研判 然後提供給指揮官去參考跟指令的下打 然後另外說在這一側啊 這一側有個混合 它可以去變換你鏡頭的角度 仔細教學讓學員迅速了解操作方式 目前高雄市共有35台無人機是全台最多 且飛手就有73人也是全台名列前茅 因為高雄市消防局採一對一帶煉教學的模式 大大提高考照合格率 講解跟那個操作跟著比對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第一次摸 有一對一教學的話 上下左右啊或是那個旋轉啊 或是變焦啊那些的有沒有 就可以立刻說知道這個功能在哪邊 然後適用於什麼狀況 不要只能夠上手熟悉這樣子 如果這台飛機的避障功能沒有很強 或者你在一個環境繼續去 必須去關掉避障偵查一個物體的時候 手動的舵量的敏感度對飛機的要求是非常高 所以很多學員在這個上面會覺得困難 但我覺得困難還是需要練習的 練習之後你自然就會很容易去對應到 我現在應該怎麼飛 我們都會用一帶一的教學方法 然後去訓練飛手的操作技巧跟他們的經驗 然後讓他們去取得民航局的無人機的證照 那我們飛手也在軍國的各項競賽裡面 也獲得不錯的成績 目前35台無人機與飛手都平均分散在各救災大隊 遭遇各種災害都能及時出動 掌握災情狀況 提高高雄各地區的救災量能 記者吳沛山高雄報導 而高雄近期高溫炎熱 社群媒體就流傳一張圖卡表示 南部高溫是因為光電板 這是真的嗎 專家出面闢謠 一起來關心 高雄的夏天好像越來越熱 最近社群網路就傳出了一張圖卡 表示南部的氣溫會這麼高 是因為光電板裝太多了 這是真的嗎 我會覺得應該不會是真的 因為感覺跟天氣 就是蓋太陽能板跟天氣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覺得是聯想就是 情感上的連結不是真的 還沒研究過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太直接了 不是真的 第一個是全球溫生的一個議題 現在已經溫生大概1.5度了 第二個是這幾年因為科技進步 家家戶戶都有冷氣 學校也斑斑有冷氣 難免會把室內的熱也都排到戶外來 這個比例一定會造成都市裡面溫生的一個現象 原來又是假消息 光電板的原理是吸收太陽輻射轉換成電能 但以目前的轉換能量效率 想要換成熱能 再來影響大環境的氣溫其實是有困難的 天氣變熱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地球暖化的因素比較大 如果要裝設一大片的光電板要造成溫生 這個在都市裡面並不容易 不容易有這麼一塊那麼大的地 第二個熱量守衡原理 照在地球表面的陽光熱度等等之類的 它不容易因為裝設的物質有太大的變化 總熱量還是大致會留在地球表面 根據事實查而中心闢謠 國外有研究指出 在特定區域的太陽能板會造成溫度上升 但與台灣的環境相差了許多 而且專家也分析 火力發電造成的熱導效應 遠比光電帶來的熱量還要高出許多 提高濾電的使用率 反而還有機會降低整體環境的氣溫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第一個光電板在現在這幾年的轉換效率是非常高 第二個它在轉換的過程中 是把光轉成電 它發的熱非常少 如果我們同樣以火力發電廠來比 火力發電廠要發一度電 所產生的熱大概是光電板數十倍的一個熱量產生 近年因為群球暖化 集團氣候越來越常見 除了減碳防止高溫持續上升 面對網路假消息也要有媒體制度的能力 以免被假消息騙到縱鼠頭昏昏 記者酸君高雄報導 現今的社群平台及通訊軟體上的假訊息 可說是層出不窮 中央寬評港都慶聯深入地方 進行媒體試讀社區宣講 現場長輩們熱情參與 表示學習到很多判斷假訊息的方式獲益良多 拿著手機掃描小遊戲 長輩們討論著如何用最新的科技來學習媒體試讀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今網路上假訊息滿天飛 中央寬評港督慶聯走進前政區新東裡進行社區宣講 詳細解說破解假訊息的方式讓長輩們頗有收穫 要確認那個消息的來源 辨別他的那個真假 像警察單位打1月5什麼防詐騙的去確認一下 當慶聯跟我講這個課程的時候我一口就答應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藉由這樣的訊息 藉由電視的力量給更多人知道 那因為更多人知道就可以更去防止 尤其是長輩 你知道他們的錢辛辛苦苦賺來 他們如果被詐騙了 其實他們敢不敢講 絕對不敢講 因為你跟誰講都會被罵 走在時代尖端的AI 也成為新型詐騙手法之一 中央寬評港督慶聯 除了以AI主播小佳作為示範 也以實境遊戲互動讓長輩從完中學 加深媒體式的概念 應對AI電話詐騙也有一套 日新月異我剛剛看到什麼 慶聯小佳我也嚇一跳 因為我以前一直以為那個是真人 發現那個是合成 哇超厲害 那藉由這樣的東西一直跟大家傳播 我相信對社會是好的 所以有時候 電話我一看到那個不認識的電話 我是覺得 對於自己的生活方面幹嘛的 因為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嘛 所以我也很喜歡就是 學學新的就了解一下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把它掛掉 本來這個我都不知道 那你們這樣傳播幫監導出來 我了解很多 我剛才有把它照相照起來 哪一些注意我都有注意 我都有把它照起來 然後再傳給我老子那些朋友 去看就是要注意信息 現場也推廣高雄市公用頻道 讓更多人認識 兼具公益藝文社交性質 屬於高雄市民的播送內容 也多了一個具公正性的消息來源 讓媒體市民從多方角度扎根社區 新東里媒體市民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